印度太平洋的実現 更加上少子化対策等 我國的未來に関わる重大な課題が散席しています 私は早速今日から全力で走り始めます 丹田也表示要向国民展現脱胎換骨的自民党 并且希望自民党團結一致 共同面對接下來的中院院以及參議院的選舉 岸田這次表現穩健 原本外界認為何也輝在首輪的投票奪冠 而岸田則是計劃在第二輪投票中 以第三名的高市早苗連手 希望上演逆轉勝 沒想到岸田首輪投票就拔得頭籌 第二輪也維持領先 最終是順利的當選 在日本自民党的進行這個黨魁的選舉